宁南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1年8月15日 多蒙特首轮克迪制胜 周日 德甲首轮的一场焦点战 多蒙特坐镇主场迎战法兰克福 上半场 爱宁 夏兰特分别助攻马高 雷斯和杜根 夏萨特破门 菲利斯 波斯利克解围不慎自白乌龙 随后爱宁 夏兰特单刀再下一场 马高 雷斯进球被吹 多蒙特暂时3比1领先法兰克福 下半场 祖云尼 雷拿破门 爱宁 夏兰特单刀扩大比分 最后阶段暂斯比达 猴志搬回一城 最终 多蒙特逐场5比2法兰克福 拿下德甲开门红 比赛开始 8分钟 杜根 夏萨特右路传中 包抄的爱宁 夏兰特未能抢到点 23分钟 多蒙特反击机会 爱宁 夏兰特带球长途奔袭 过掉时提分 一心卡后分左路 马高 雷斯低射破门 多蒙特1比0法兰克福 同时这也是马高 雷斯的德甲百球 27分钟 法兰克福前场断球 菲利斯 波斯利克从拉菲尔山度市 玻璃脚下断球时不慎将球踢进自家大门 多蒙特1比1法兰克福 32分钟 多蒙特再次打出漂亮的反击 马高 雷斯脚后梗做球 爱宁 夏兰特分右路 杜根 夏萨特推射破门 多蒙特2比1法兰克福 34分钟 爱宁 夏兰特前场从始提分 一心卡身前断球 随后单刀破门 多蒙特3比1法兰克福 半场比赛结束 多蒙特领先3比1进入更衣室 一边再站 47分钟 谢斯伯 连特使堂左路船中 拉菲尔山度市 波利利亚尼高 舒侯斯的头锤被G高比尔神勇扑出 58分钟 爱宁 夏兰特的射门被长谷不成挡出 祖云尼 雷纳补射破门 多蒙特4比1法兰克福 70分钟 马高 雷斯直转 爱宁 夏兰特带球后单刀破门 球正进瓦尔合时后判定进球有效 多蒙特5比1法兰克福 86分钟 法兰克福脚球机会 拉格纳 爱智头锤百度 赞斯比达 猴志推射搬回一城 法兰克福2比5多蒙特 最终这个比分已维持到最后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感谢你收听安波克福 优优独播剧场——